旅长 最近打篮球变菜了吗 过你不是分分钟的事 嘿 怎么说的呢 下次多扣你几个 等着 就 你 你有没有觉得 那个女生的背影 啊 不是吧 你喜欢这种吗 没有 别乱讲 别看她 她最近写小说写的走火入魔的 看谁的水房小爷 习惯去吧 我电话来了 哦 对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哥们我脱单了 呦 谁啊 那是一个大雨清盆的夜晚 我们俩就在我们家 咖啡馆 一见钟情 然后就相爱了 这个女孩啊 还有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叫洛瑶 洛瑶 嗯 你说叫洛瑶 对啊 怎么了 我做过一个梦 我梦到你跟我一个大学 里面有个女孩 叫洛瑶 哎哎哎 你别这样啊 我们可是兄弟 兄弟的情形是不能玷污的 知道吗 哎呀 行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改天再找你打球啊 哎哎哎 鱼章 太好了 你的小说火了 公司还说要跟你办签授会 赶紧回去准备准备 签授会 不是吧大哥 醒醒啊 还活在梦里啊 走走走走 哎哎哎 哎你干嘛 一天到晚 就知道先做人切实际的东西 以后怎么介绍你妈的公司啊 算了算了 让她好好反省一下吧 余季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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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吧 开心一点 喂 过来 我吗 叫你过来就过来 别磨磨唧唧 小鬼 借点钱 没 没点钱 自己掏 还是我们来搜 你们在干什么 叫你管关 现在是谁滚 等我以后成为作家了 我一定要给你写一本书 好啊 那女主角肯定是我 嗯 肯定的 那我们以后也要考同一个高中 同一个大学 那说好了哦 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 一个啊 能保护你的东西 一定要好好带着哦 怎么还没来 考试要开始了 余季昂 在干什么 余季昂老师打听后话来说 以后方向寅都没有去参加考试 我都不知道你胆子竟然这么大 你怎么不想一块 你带坏了 走 走 公司的事务反正也在国外 去了那边 一张目 我们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 我刚才 Guys 喂 现在什么时候开始 哎呀 你终于发现自己的事件 少废话 我会准备 好嘞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发货之前都仔细检查过了 按照我们的规定 真的没有办法给你赔偿 我花大价钱 买了你们公司的产品 给我送了一个坏的 我的时间是来赔偿 我全是废话 我不仅要退钱 还要赔钱 这位先生 你先冷静 请问是我们公司继续的物品有所犯吗 你又是什么东西 我是这里的主管 非常乐意问你解决问题 主管 好 那就赔 按照合同 十倍赔偿 赔偿是肯定的 这里您放心 哼 终于有了董事的了 只是 商家有权融入自己的合法权利 我将调取出货前的监控记录 如果没有事情 按照合同 你将赔偿我们公司的相关损失 晚晚 寻信滋事 三年以下 如果有其他危险行为 来实验一下 我劝你 小心 算了 小妮姐不必是你GJ组 回去工作吧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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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